我們再用線這個指令,我們再來瞭解一下AutoCAD的一個操作的一個邏輯 譬如說這邊有一條15的線 我可以下個線的指令 平面中認一點一點 往右邊 15 Enter 往下 15 Enter 往左 15 Enter 這個時候你會看到CAD的指令行會開始提供你其他的功能 你可以指定下一點 或 封閉或退回 如果你想要使用封閉這個工具的話 他有提供一個代號給你 你可以打一個C Enter 他就會幫你close起來 OK 也就是說 在CAD的使用上面 當他開始有提供一些其他工具給你的時候 而且你要使用這些其他工具的話,他會給你一個代號 你就用他的代號 去操作就可以了 好,這是一個基本的一個用法,所有指令都是這樣子用的 好,那再一次 我在下個線的指令,平面中認一點一點 往右邊 15 Enter 好,現在我跳出來囉 我重新下指令 從這個點 點一下,下來 15 往左 15 好,這個時候我如果打一個C Enter 請問 這條線 最後會連到 1 還是連到 2 我先打個C,Enter 會連到1 會連到1還是連到2 好,我打個C Enter以後 你會發現 他跑到這裡來了 因為我剛剛畫完這條線,是不是取消了 我又重新下指令 電腦他不知道你是要畫正方形還是要畫三角形 他只知道他要回到當初這個指令的起點 好 所以常有同學說 老師 我跟你一樣啊,畫到最後打一個C 為什麼 你是這樣 我是這樣 那是因為我中間可能沒有斷掉 你可能中間有斷掉 好,你打個C 他是接回到 指令的起點 好,這是有的時候操作上面 會有一些 搞不清楚的地方 好,這邊可以 玩玩看 這就是 舊人 會 的